整輛直升機掉落在山坡地中 機身幾乎全毀通通扭曲變形 碎片塞落一地 現場慘不忍睹 街上兩人一度受困 警消人員接獲通報 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不敢馬虎 緊急搶救傷患 22號中午11點多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附近山坡 傳出臨天航空直升機墜落意外 疑似因為清洗電塔 不慎捲到高壓電線墜毀 機箱的兩名30歲男性患者 到院前皆已明顯死亡 分別說往一口長庚 衛福部台北醫院 最後還是回天法術 直升機是台電所委託 在清潔高壓電塔的直升機 所以現場可以看到直升機 有一個很長的長桿 那研判也有可能是在 作業的時候不算去 可能勾落或者掉落 失失的臨天航空 時常在臉書貼出 準備出任務的照片 還曾經參與看見 台灣的拍攝工作相當吸睛 對比如今模樣完全面目全非 只是意外到底怎麼發生了 怎麼會捲上高壓電線 還有在警銷調查理清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